专家警告80%地震死因 地震救命包哪些不能少 强震来袭 来看看五大防震基本对策 第一 地震来时要快跑 BB大错特错 地震来要先躲才对 急着从高层楼逃到一楼 反而最危险 第二 躺在床上相对安全 消防专家说 留在床上能避免摇晃时跑步跌倒 或是被一位的家具撞到 第三 不要待在窗户 大型家电旁边 日本专家警告 地震有80%的死因 是被压倒在家具和家电下 黄金三角绝对不安全 第四 躲在桌子下保护头部 若没有桌子 也要躲在坚固的柱子 或矮家具旁边 第五 紧急避难包随时准备好 内政部消防署提醒大家 救命包里可以准备 这15样物品 以备不时之需 矿泉水 食物 证件饮笨 若干现金 急救用品及常用药物 预寒衣物 轻便型雨衣 暖暖包 口罩 文具用品 备份药食 面纸 手电筒 电池 锐饰刀 哨子 记得准备一个可以拿了就走的轻便背包 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请记得订阅按赞哦 还记得要去按铃铛才会收到我们最新的通知哦